阿倫懷念香港樂壇80年代最重要是好玩 譚永倫昨天到沙田香港文化博物館 出席光影流星香港公共廣播90年展覽開幕禮 阿倫大讚80年代的香港樂壇 無論是傳媒高層、DJ和監製做節目都很用心 當時製作樂壇頒獎勵就好像打仗一樣 令歌手的參與程度和投入度都很大 是一個好好玩的年代 好玩的 好玩的 起碼我們對藝術也好 對同事也好 對傳媒朋友也好 所有都好像一個大家庭 最難忘當然是我們在港台宣布不拿獎 最後那次拿獎就是在選港台 因為港台當年是最後一個獎項 你記得是甚麼年 是 紐一 九一 八九 八八九 八八八九 中間來的 他出來了 八八 連我弄羅秘音樂 八八 連我弄羅秘音樂 是呀 是呀 八八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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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八九我還會拿很多歌 又拿五連 八四 八五 六 八七 八八 對,在八九年頭,八九年頭 我們連累了五年 大山倒開,累了五年